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这个电子墨水平手机吧 这个是免费领取的 那么我呢是在资互宝上看到的一个手机 然后那个手机的话是显示9000多块人民币 电子墨水平有这么贵吗 然后呢我之前也是很想要一个 因为有一个那叫是俄罗斯的一款手机 叫Yota3 然后呢就是我就好奇的搜索这个电子墨水平这个关键词吗 然后就是这边显示出来就是有一个这个 打卡150天0元响 这个腾讯月文口袋月口袋月期间店吗 金简款这个呢看上去像个电子书是吧 其实他是有手机功能的 他这边好像是没有写手机 有这个微信读书手机是吧 他这个价格呢是这个不是的啊 那个是799全民疯抢 那么本身呢我也是这个天猫的这个淘宝的88VIP嘛 他这个还有补贴 所以说可能会更便宜 还可以减个50吧好像是 这样的话还可以赚钱了是吧 然后呢呃他其实这个盈利目的呢就是说 为了让你这个养成一个阅读习惯到时候呢去付费阅读 比如说这个他比如说那这个套餐卡啊有书币卡嘛 他其实就是卖一个就好像曾经有一个做手机的人大佬吧 啊国内的啊他说过过来的电子设备都是免费的啊 收费的就是信息收费 就是你里面买会员收费 就像以前乐视手乐视电视机啊 啊他这个电视机很便宜 他这个里面要买会员是吧 然后你也不能搞别的系统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介绍啊 这个介绍呢就是确实是免费的 他这免费的其实是你先付了钱啊 打卡连续打卡啊注意连续不能中断 中断一天都不行了 但中断的话也不是没有钱拿啊 中断的话大家看讲的比如打卡七天啊 就十块钱了是吧 三十天四十块九十天一百块啊 一百五十天八百块吧 八百减一嘛啊大概一天的话就是五毛钱吧 相当于打卡点一下五毛钱等于就是 关键是这个免费啊手机 是吧 然后呢 他这个呢就是 官方指定渠道啊 指定渠道的话是有三个就是 口袋还有天猫还有京东 我进了天猫买还比较方便点啊 天猫买 然后就是圈额返返还购几款 这个返还呢不是以这个什么代金券啊 他是真实返线 他写的返线啊 这个我们要看清楚 因为这种很多坑 购计时间今天是八月一号嘛 其实是三十号 我也是我也是知道的 我是二九号就到了 然后呢一直没做视频嘛 其实这个手机没有人没什么关注啊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怕抢完了 你看这购计时间的话是一个月了 然后购计十五天后可以报名 那么比如说我一号买的那十五天之后可以报名了 他其实这个设置一个坑嘛 就是可能有些人十五天之后 推款了 是吧 这个十五天为什么十五天呢 十五天刚好是这个淘宝和天猫的一个产品售后期嘛 那么报名 所以说所以说这个是七百九九这个钱 他到账了 他才让你报名 是吧 报名截止时间不晚不晚于购计后的二十五天 啊 报名成功后呢 三天内继续啊 必须 去进行首次打卡 这个都没问题啊 然后就是开始计算嘛 那等于说是你要比如说八月一号买的 那么我要十五天之后才报名 报名后三天内 那么就是还是八月十六号最早吧 八月十六号最早第一打卡 是吧 要打五个月了 然后呢这个阅读的就是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的比较小 我也有Cando 就是亚马逊的Cando的阅读器嘛 他的比较小 你看这个就是手手机样的模式 嗯 比较方便嘛 轻便嘛 你看他放口袋里可以 读书 听书 听书其实不错 听书真的很好 呃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开车啊 那个 不方便阅读嘛 其实阅读其实很累的 上眼睛啊 关键这个电子墨水平 其实不这么上眼睛 其实适合这种 啊 视力不好的 像我这种视力不好的 啊 保护眼睛 那么还可以这个插这个司机网络卡 他是可以 他是手机啊 他并不仅仅是一个电子阅读器 他可以插这个手机卡 啊 手机卡的话 比如说我是联通公司的一个套餐啊 他这个套餐是可以 申请附属卡 我申请了五张 现在可以申请三张 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个 啊 相关的运营商吧 申请附属卡 然后附属卡的话 这流量的话 是跟你这个主卡 是一样享受共享的套餐流量 啊 享受这个电话分钟数啊 享受这个流量啊 所以这个比较方便嘛 是吧 你不用重新再买卡了 然后呢 这个是可以打电话的 墨水平 误读器啊 你对这个打电话功能的话 不要抱有太多期待 因为 他下面说了好像是简单功能吧 他这边也没说 也没有展示这个打电话界面 其实他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让你去想成这个看书习惯 他不是一个精简的手机 他的主要功能是一个阅读习惯 因为他是阅文集团 他免费送给你这么好处 他的为什么去盈利呢 他就是让你养成这个习惯 那么就是他后期的话 可以会员上收费啊 提升股价啊 之类的 是吧 这个还可以挑截阅读灯是吧 你看墨水瓶材料本身不发光 但是他后面有一个可以发光 那发灯的啊 可以有那个灯的 他没有蓝光 保护眼睛是吧 不闪烁 嗯 这个还是不错的 120克嘛 8GB流量 那么你对他这个手机功能的话 不要抱以太大的期待 而且其实这个Cando我也用过 Cando其实不是很好用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换了系统 啊 中国有这种专门有自己的系统嘛 叫什么我一忘了 然后呢 那个系统的话 还比较好用 那真正的Cando原生系统的话 其实不太适合在中国使用 我个人觉得 而且里面这种书啊 都比较贵 然后呢 又是正版的 是吧 当然这个正版的话 其实QQ读也是正版的 当然正版的话 它是价格是分区域是不同的 比如Cando在美国一本书的话 那可能9美金 中国的话可能9人民币 是这个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信息的话 呃 他可能参考当地的收入水平吧 是吧 呃 他这个支持四大各大运营商啊 十几卡 他这个说明一下就是电信卡的话 要开通那个VOLT的功能 才可以享受电话 或者不行 那WiFi联网 新书随时这根随时下载 我觉得这种很多APP啊 还是那个还是中国的做的 比较简单吧 你干电信的话就这个啊 呃 就是高清通电话 那么就传统的语音电话就不行了 是吧 这个一般的话连通移动比较多吧 然后就是资源的话比较丰富 腾讯粤文集团 粤文集团的话 他是在香港上市的这家公司啊 所以说呢 你说这个被坑的话 被骗的不反款这种现象 我觉得概率极低极低 可能是千分之一吧 我个人感觉 因为不至于他这个搞一个大丑上来吧 是吧 而且这个手机的话 呃 为什么我敢说只有千分之一被坑的几率呢 呃 因为啊就是我看他其间官方 他其他也有别的产品 这款手机的他送的这款手机 其实是老款的 你看他新款他都都不会免费送 新款的一千多啊 都不是免费送 其实他这个成本我估计就在 几百人民币吧啊 几百人民币吧 就可能三四百人民币值这个吧 那么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然后AI人生浪读是吧 这个听说是这个非常好 还有蓝牙连接 那么配置就适合的啊 这个284PPI 电池容量两千环 他上面写好像两万环 啊 两千环我看错了 两千环还也还可以了 额 格式的话呢 EPUB TXT MOBILE 是吧 外头喇叭二合一 他这个都是经典款 他这边没有宣传款啊 这个这个的话是都是经典款 说白了就是便宜款 就是乞丐款啊 这个这款他是不送的 也没有找到 就只有这款啊 嗯 反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了 然后这边的话付费这个读书的话 付费免费都有啊 有一百万本书籍是可以免费看的 其实这些免费看的都是这种 嗯 没有版权的吧 是吧 没有版权的肯定要付费啊 当然你可以买个会员嘛 会员其实也可以逃跑上买 那这个关于打电话的功能 其实我也很看重啊 打电话和发展性是口袋的特色 那么 他是可以做个备用机 他是阅读和手机应用双系统 啊 他这边呢 没说这个手机什么系统呢 但是肯定是安卓无疑了 无疑安卓了 我觉得是 因为安卓是开源系统 越方便 然后呢 他这边也可以安装candle 阅读啊 中国相机学英语 音乐这种啊 那么也有类似的这个 再新应用商城 是吧 有道笔记 反正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 哪怕你做个记事本啊 也可以是吧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然后 我把这个购买链接吧 放在这个下方啊 你手机也可以 那个电脑也可以购买 是吧 今天就给大家这个 介绍的小福利在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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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